Post了这一个 所以这里是Tarasty的打卡地点 最最最出名的 这里是HIGHLIGHT Sauce其实很多一下 它的味道比那个鸡的味道还要淡 每一个人都在听的 Coconut Milkshake 它们有一个来去的味道 Hello everyone 我们现在在Tarkey 今天要来拍一个 新的系列 就是JM给我的一个idea 我们可以来拍一个开箱大学食堂 然后这间是我们的第一间大学 因为这个是JM的大学 所以他可以带我去吃一吃 他平时会吃的东西 昨天我就有在Instagram那里 Post了这一个 就是让Tarkey的学生们来 推荐一下他们平时在学校 觉得最好吃的食物是哪一个 今天会选三个食物 然后我们就来try 然后这个系列呢 也会继续跟下去 所以以后我会去别的大学 所以你们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follow我啦 yes 首先我们现在要去食堂 这个大学 其实最后一整集会 就是你们 realm的 日本空间 坐这边 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在做个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就在这里 咱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很适合拍照打卡 你看很漂亮 所以这里是塔西的打卡地点 我们现在要假装很唯美地跑这条路 我们刚刚在Canton2打包我们的羊羹还有饭团 反而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Canton1 就是这个The Red Bricks 因为他们学校很大所以有三个Canton 今天我们去Canton1还有Canton2 听说那个最最最出名的冬菇肉酱面 就在这个Canton1 然后据手要排很久 所以我们现在要快点去排队 Let's go 这里呢听说是有一个素食的炸菜馆 可是我们到的时候它刚好没有开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就是有照顾到吃素的同学们 好 我们终于买好了我们今天要买的三样食物 我们只买三样因为是肯定吃不完的啦 所以我就因为有虫虫 对不起我坐在宿下 不是它食物有虫虫 是因为它肯定很多人 所以我们出来吃了 然后这些我拿来打包 因为不要可以带走 刚排这个面排了差不多20分钟 所以我们放它在最后 因为它是highlight 所以我们现在吃这个鸡饭先 这个鸡饭有惊讶到我就说 它是5块半 它应该是走那种经济路线 很好吃耶 真的吗 因为我也觉得它的饭会是干干的 这是5块半包 也觉得很好吃耶 它分量蛮大的 它鸡饭就是不会讲干干这样子 它饭是软的 那个饭你看它的那个 sauce其实很多一下 鸡饭的灵魂不在那个鸡 那灵魂在那个饭 就是一定要吃油饭 然后那个饭一定要够味道 因为我 我知道有一些人喜欢吃白饭的啦 可是 no not me 我觉得鸡饭 没有这个油饭 没有灵魂 你们喜欢吃白饭的没有灵魂 哈哈哈 它饭就真的好吃了 可以 厉害 可以 推荐 看它的鸡皮会不会 香 它是炸的 ok啊 not bad 刚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它到底是怎样赚钱 我会办法应该就是薄力多小的那种 因为刚才真的拍很长 所以这个是我吃过最便宜的鸡饭 没有啦 因为我厉害校园生活有一段时间了 各位 要原谅我被社会独打 我平时吃的鸡饭都要大概十块钱啊 来我们来试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大家推荐的 这个是饭团 JM是推荐我那个 Selman还有蜜汁鸡的 but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是 芝麻鸡还有猪娜的 哈哈哈 哈哈哈 ok 我们来猜它的馅料多不多 我一口下去 全部扰到白饭 跟外面的饭团有点不一样 外面的饭团应该是那个 日本的那种sushi 酸酸的 它这个没有酸耶 这是白饭 跟我想象中的味道不一样 主要我觉得它有一点干 然后它的料的味道 还可以 就是可能那个料它 不够去调味这个饭啊 其实它跟我之前吃的 换了那个包装 所以我觉得好像不是同一家 哦可能要换另外一家 哦它的鸡肉在这里 很大一口一下 试看它的鸡肉 它鸡肉好硬 它的量就是一口鸡肉吧 你知道吗 我把它把它鸡肉咬出来 好不好吃的话是 还好 至少还不难吃 然后是如果我是学生的话 我感觉是这样 我买一个饭团来跑去吃 嗯 对啊 只有三点 对 可能就是在去上课的途中 或者是上课上到一半啊 肚子饿啊 所以我跑出来买一个饭团吃了 三个啊 那ok啦 就多少钱啊 三块八 那是什么 三块八的话买鸡饭啦 那五块饭罢了 来的是tuna flavor 我expect这个也会更重味道一点 还是tuna 这里饭团的饭比刚才那里好耶 它这里饭团是软的 刚才那里不懂是饭久了 还是什么它的饭有点硬 但是 它的味道比那个鸡的味道还要淡 它tuna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味道耶 然后 它饭也是白饭 买鸡饭啦 买鸡饭啦 要吃饭罢了嘛 买鸡饭啦 yes 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的highlight 就是这个是我收到的推荐里面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提的 到底有多好吃 因为连JM也是一直跟我讲 一定要吃这个 他们叫Auntie的面 酱菇肉酱面 然后这个面它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就是其实我们上一次有来过 那我们来的时候是不是 卖完了 Auntie讲 你们这样子来 早都卖完了喔 然后Auntie讲她早上六点 她没有开单 她七点就开店了 那她六点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在门口等了 今天算很幸运 我们排大概二十分钟 就排到了 而且我们刚才排的时候 后面一次有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所以我们可以来 try一下这个面 到底有 这么神奇 这么厉害吧 连毕业身都要特地跑回来吃耶 我的天啊 我这有夹了一个糖心蛋 还有夹了一勺辣椒 看一下糖心蛋 有没有真的糖心先 我看来就是糖心蛋饱了 来搅一下 我觉得这碗面如果我讲不好吃 会被她吸血神功干啊 应该是他们学校的最出名的食物 它辣椒很辣 我刚才把那个辣椒搅进去 它不是那种很浓很浓的酱 因为刚才我会看到它的面 其实是已经煮好了 然后摆一碗一碗在那边嘛 所以我看它淋上去 我会想着那个面会不会很干啊 你知道有时候吃那种面 它放到酱 那面还是会干干硬硬这样子 但这个完全不会 它是 还是你可以吃到蛮湿湿这样子的口感 然后 鲜味够 香味够 辣椒西北辣 我喜欢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捞完整个面 它都是满满的酱 它不会讲你吃到一搞一搞 没有味道这样子 它的面是 Q的 不是那种干干 面面的 不错 不会讲那个香菇味 中到整个都是香菇到晚 因为你还是可以吃到 那个肉的香味这样子 如果这个分量的话 在外面我觉得 13块 12块 差不多这个价钱 然后在这边就是5块半 它经济我果然要去学校吃饭 如果今天要平分的话 我给我们的鸡饭 滑上这里的鸡饭 JF有什么要补充吗 对这个面 你吃了这么多年 是大学的味道 它确实是可以当学校的一个 highlight 可是我觉得它跟那个 鸡饭其实不相上下 我真的是觉得那个鸡饭很好吃 意外的鸡饭生的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 MOST OF THE TASTE STUDENTS 应该还是觉得 这一个是比鸡饭好吃 因为排队的话 很明显这个 排比那个鸡饭久 可是鸡饭也是排很久 刚才也是超级多的 Basically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呢要走过去 那一个 TASTE学生很喜欢喝的 Coconut Milk Shade 然后又从学校走过去 要7分钟 所以我觉得它好喝的精髓 所以就在这里 它上面有一个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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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真的 厉害 聪明的大家其实都是开车来的 没有像我们两个这样奔的 走路过来 我是学生的话我应该也会来买 可能就是会坐车来买 可能大个Grab过来买 不会走路来的 很热 我要晕倒了 还是很解渴的一个饮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在学校外面 这个是走路七分钟 然后刚才我们有问 开到九点 所以大家要来try 可以来try啊 然后这个探索大学食堂美食的系列呢 有机会的话我会更下去 然后大家就可以注意看 如果我们的Instagram story那边有 就是做Q&A 就是让你们推荐的话 你们也可以积极地响应哟 然后各位tassy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你们还有觉得学校有什么很好吃 然后我没有try到的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然后other thantassy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留言下 你们读什么大学啊 然后有什么很好吃的 可以推荐一下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